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逍遥游的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其实比上半部分有趣一些 一开始就是这个遥让天下雨许游这个故事 日月初矣而绝火不熄 其余光也不亦难乎 日月出来了 但是火把是不会熄灭的 还要去照亮日常生活 这是太困难了 太累了 太辛苦了 时雨降矣而游 这个叫浸灌 其余泽也不亦老虎 天不停地会下雨 但是呢 还是要去浸灌 还是要去灌溉 还是要去浇水啊 要去种田 其余泽也不亦老虎 还要去这个 灌溉水泽 太太劳苦了 夫子立而天下治 就说许游啊 许游老哥 一做这个九州长 天下就能大治 而我游失之 我就当个这个神主牌一样挂在那边 就相当于就是说 我把这个天下交给你托管了 无自事 确然请治天下 我觉得我多余啊 那可能这个许游在当地 他可能是个十全派 我个人认为啊 这里 所以叫夫子立而天下治 这边应该不是对一个 未来的一个事情的判断 而是对当下的一个描述 我就好像神主牌一样 被你架空了一样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多余的 我不如把天下让给你吧 许游就说 子治天下 天下既已治也 你治理这个天下呢 天下已经被治理的天号了 而我游代子 我还要代替你 无将为名乎 我是要去成全我自己的这个名望吗 那不是的 名者实至兵也 所谓的这个名 只不过是实至的一个宾客 是他的一个附属 从属的一个东西 无将为兵乎 难道我要去追求这种附属的 从属的一个东西 像影子一样东西呢 他说 交流潮于生灵不过一只 就是一种鸟啊 住在林子里面 他只需要一根树枝就行了 岩鼠引核 印核啊 不过满腹 那老鼠到河边喝水 只要肚子喝饱就够了 归修护君 你回去休息吧 老阁君啊 这时候叫他君了 于无所用天下为 你给我天下我没用啊 你把天下给我 我拿他没有什么可用的呀 刨人虽不至刨 施柱 不阅尊主 而待之以 其实这里就很有意思啊 这里我们 要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有关系 这里就说 夫子力而天下至 而我由施之 无自事缺然 这里两个人其实是在那个 其实两个人都是统治阶级的 他们在斗气 你怎么还说来斗气 我这个笔记到哪里区里 会读 在这里 夫子力而天下至 而我由施之 无自事缺然 实际上你可以把理解 许游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实权派 其实你应该政治斗争里面 他慢慢篡着实权 但是这个时候 姚就感觉自己被架空了 他就干脆说 我干脆让给你吧 我这个时候 已经像神主牌一样了 施就神主牌 神主牌味一样的 我由施之 我放在那边挂名干嘛呢 自事缺然就给你吧 最后许游说 哎呀你干得很好了 我这个时候再来代替你 难道我是为了求名呢 对不对 我只要利益上得到实质性的满足就行了 无将为兵户 我不要这种这个表面的这个虚名 所以他只要满足他自己的利益就行了 所以他说交流潮于生灵不过一致 严蜀硬核不够满腹 归修护君你回去休息吧 无所用天下为 我是不 我没有这个篡逆之心啊 我不想 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很 其实很 很羞辱的话 叫判人虽不致判 施主不愿尊主而代之意 他把天子叫做判人 而且是一个不致判的判人 了解吧 他认为这个天子你 你不是施 你是判人啊 你这个 就是君子远判什么 你是干脏活了 你虽然不愿意干脏活 但是我这个他是施主 就是神主牌的那个祈祷人员 祭礼的这个主持人 他说我是施主 施主也不会跨过尊主 我不会跨过礼节去代替你的 就认为他是地方十全派 他认为这个做部落联盟首领 是一个干脏活 干累活的一个事 他不会越过这些尊主 他是不会去干你这些下三岸的活的 实际上是这里面大概能看出政治斗争的影子 而且他前面说我游施之 他认为姚认为自己是神主牌 这个时候他就你才不是神主牌 你能算个毛神主牌 你是判人 而且你是一个不愿意干活 消极代工的判人 对吧 我是我才是施主 我才是施主 我拥护的 比如说部落 单个部落的这个 李才是神主牌 你这个天子实际上是一个多余的东西 而是一个消极代工的一个打工仔 所以我不愿意越尊主而代代之 了解吗 这个里面挺有意思的这种张力 然后坚无 婚于莲书曰 无文言于皆于 大而无荡 往而不凡 话说的太大的牛皮 往而不凡 说的太远了 回不过头来了 一般你画个大饼要回来 对不对 落脚到现实 无今不其言 由何汉而无急 大有静庭 不尽人情焉 大乡静庭 不尽人情 这是都成语啊 连书曰 其言 为何哉 他话说的啥呀 曰 这个 秒姑夜之山 有神人居烟 鸡肤若冰雪 绰约若处子 这个鸡肤像冰雪一样啊 这个风姿绰约像处女一样 不识无骨 西风引路 陈云气 玉飞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 其神宁 使物不慈利 而年古熟 无以事 狂而不信也 前面都是 其实都废话 前面都不管啊 不识无骨 西风引路 陈云气 玉飞龙 这些东西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他不侵占太多的 农业剩余产品啊 不识为无骨 西风引路 就是他对于 这个农业生产里面的 最后的产品 他拿的很少 但是其神宁 他的政治措施啊 是可以让 是一致的 是比较稳妥的 稳当的神宁 使物不慈利 而年古熟 这就是最后说的 一个结果 就是他的 指导农业生产的 能力很强 物不慈利 年古熟 不会让他 手下的农奴 很辛苦 得病 不浪费 滥用名利 同时呢 他的那个 农业收成也很多 了解吧 前面都吹牛 我过得好好爽 好厉害啊 肌腹若冰雪 错月若处子 就是境界很高 这实际上都是 我觉得都是 统治阶级的 内部的隐喻啊 就是不食无苦 西风引路 不去享受那些 高级东西 或者他们就是享受很高级的东西 但是同时能够物不慈利而念古书 同时能够保持农业生产 生产特别好 联书这说了 就对坚谷说了 然啊 没错啊 古者无以语乎文章之官 盲人是看不到文章 文章其实是应该是衣服 漂亮的服饰 服饰上面的文采啊 文章是什么 不懂不同颜色的 文和章 两种颜色不一样 搭配不一样 龙者无以语乎 这个中古之声 龙子听不到中和古的声音 其为行还有龙芒哉 难道仅仅是身体有龙和芒来服 知亦有知 头脑 智慧也是有这种 盲龙的情形的 就是你也 是其言也 由始如也 这句话讲的就是你这个傻屌啊 你这个奸吾这家伙 知人也 知德也 就是这种 监于说的那种人啊 那种是个 妙孤夜之山里面那种人 他的德行将 磅礴万物以为一 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混而为一 是其乎乱 那这个世界呢 这个凡俗的世界 它是追求混乱的 但是呢 这个高人仙人一样 它是追求 磅礴万物为一的 所以呢 它是不会避避烟 以天下为事 你可以理解成 以天下为事 可以是真法师 就是想统一嘛 简单来说 它不会避避烟 把这个外面凡俗的事情 是其乎乱 这个外面的凡俗的世界 它是追求纷乱的 追求 各式各样的享受的 或者怎么样的 追求一种杂论的 所以 这样的人 这样有德行的人 他是不会 避避烟 就是很劳累的 天下三分 一周匹避 避就是累啊 不会 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去 把这个全天下 当成他的这个事业目标 去追求 知人也 悟默之伤 这种人呢 外边的事情 外界的事物 是没有办法伤害他的 大净 积天 而不腻 这个发大洪水了 就盖到天上去了 这些人是不会腻死的 大旱 金石流 这个天热的 这个金属和石头 都融化了 山土焦 土山焦 土山都 都都都都都 都着火了 而不热 它不会感到热 是其成垢 这个匹康啊 将由逃住 尧顺者也 他的那些 身上的一些成垢啊 还有那些这个碎屑 都能够 把那个尧顺 这样的人给他住出来 就是他 你是他身上的灰尘 那个脏东西 都比得过尧顺 这种明君 孰肯以物为师 他们怎么可能愿意 以这个外物 外外在的事物 作为一个 追求呢 作为一个 他的事业去去 维持 哎呀 古代汉语翻译 真是好难翻译 就是追求 所以怎么可能会去 关注这些东西呢 这个里面其实 我觉得还是统治阶级的隐喻 还是统治阶级的隐喻 他这讲 讲了一个是比较高级的一种 统治者 他做事情 就好像 这里面全是隐喻 天下乱到这种程度 他都不会受到伤害 也就是说 这种统治者 他的统治之群 是非常稳固的 是非常稳固的 他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是他对于他封地 或者说 对于他这个手下 这些农奴的管理 他就能够 就算全天下都大乱 乱到这种程度 他还是有饭吃嘛 简单来说 他还是不会受到伤害 然后 他上面 主要就讲了 这三段主要就讲了 就是三种 比较高的境界 比较高的境界 第一个许游 其实他境界不高 他就是容易满足 简单来说 安分守己容易满足 然后后面 讲的这个 这么高的一个境界 我觉得就是 通过某种方式 我们 我不太喜欢 把这种玩意 神秘主义化 但是你说 有某种什么神秘的修行 可以让他具有这种 像神仙一样的 不实无骨 西风引路 那我 那我其实我可以 也是可以把这种能力 把它 庸俗 庸俗话 庸俗话就是 这个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的 他都获得了一种 非常容易 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种能力 然后他可以从这种 天下大乱的灾害里面 逃离出来吗 逃离出来 他的所谓的先术 其实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统治阶级步道而破 或者就是保存自己啊 保存自己享受的享受 自我享受的那种能力 我不喜欢把他神秘主义化 然后 宋人自张府而示月 买了好多这个张府是一种很漂亮的帽子 张啊 我刚才说张其实就是文和张是两种不同的服装上面的装饰文理 张是另外一种张府是一种可能是商代传承下来的一种礼帽 然后跑到越国去 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这个宋人就是在庄子里面很多笨蛋都是宋国人啊 宋人张府因为宋是那个商商朝的移民建立的国家 所以他他们会买好的这种张府 就是商代的那种帽子礼帽 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姚治天下之名 姚啊 他能够管理天下的老百姓 平海内之政管理的很好 海内的政局他也能够平定的很好 觉得 饶有所成了 饶有所成了 网见四子 这个苗姑夜之山就跑到这边去见四个人 然后在焚水之阳 他回来了 回来的状况是什么 咬然这个丧齐天下言好像他的天下就没了一样的 咬然就是眼睛凹进去那个状态上面一个穴下面一个木嘛 就是一个眼睛深凹进去的就是很很憔悴 因为他见到了更高的境界 见到了高级境界 他这个 他这个 他这个刨人 这个叫许游所说的那种刨人 其实他干脏活了 你知道吗 干脏活的 治天下之名 平海内之阵 你这个平字啊 就是海内肯定是各种 就是部落之间那种冲突争端 他要调事情吗 你知道吗 他作为一个 其实你可以把当时这个谣啊 理解成是联合国秘书长那种啊 那种肮脏的事情 就是需要他去调的 就平海内之阵 所以他最后咬然 丧其天下言 好像这个天下都失去了一样的 他见到那种高级境界 或者见到这个高级奴隶主 他们那种过的那种日子 既保护农业生产 又能够享受自己 自己又能享受到的 然后精神境界也很高 生活就是非常的 因为姚肯定很累的嘛 姚治天下之名平海内肯定是非常累 否则他不会去找许游 要要交班交给他 他见到人家是另外一种统治方式 就可以享乐的 可以非常爽的那种统治方式 他就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那么具体这种方式是什么呢 是庄子和惠子 他通过他们的一段讨论 才把这个到底 这个高级的生存方式是怎么样的 讲出来了 惠子为庄子曰 卫王以我大户之种 户子你们不知道你们吃过 就是那个葫芦啊 我树之尘而食五蛋 我把它种下去 把这个大葫芦的种子种下去 长出来了 长出来一个石了 长出来一个石有五蛋那么大 很重的一个一个大葫芦 这个已成水浆 把它要用来摇水呢 其尖不能自举 不够不够坚硬 这个葫芦 葫芦瓢太大了 应该是这个 没剖呢 就是直接是做一个大葫芦 要里面放水 这个没办法 沉在里面水的重量 你把它捧起来 它说明下面就裂开了 剖枝以为瓢 把它剖开来做瓢用 则这个互落无所容 互落无所容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农村里面 用那种瓢啊 就是往袋子里面装东西 或者往一个篓子里面装东西 如果你那个瓢太大 超过那个容器的口径 你就没有办法把东西 很好的放进去 你就会散落一地 什么叫互落无所容 差不多这个意思 就是你那个瓢啊 实在太大了 它放东西的时候 东西从里面落下来的时候 就是没有办法 正好全都那个 你必须那个口径啊 要比那个容器的口径要小 了解吗 你用个很大的碗去咬米 或者说把米 那个用很大的碗里面装的米 把它放到袋子里面 那个袋子口开的不够大的话 你的米全会散落下来 所以他就觉得 用来做瓢 它还是没什么用 因为太大了 非不萧然大 也不是说它不够大 萧然就是空虚的 很大的样子 为其无用而剖之 我是因为它没用 所以我要把它砸坏啊 剖之 然后庄子曰 夫子顾着于用大 你太蠢了 你确实没有本事 去用一些大的东西 没有本事 去发挥一些大的东西的大用 宋人有善为不均守之要者 事事以贫辟矿为事 他世事在在又是宋代之 宋代人就永远是 在庄子里面是扮演傻叉的 有善为不均守之要 就是很擅长制造那种 冬天的时候 手不会均裂的那种药 防冻疮的药吧 他的世事在在都是 什么 叫贫辟矿 贫辟应该是个是个动词吧 矿就是棉絮 就是在那个河里面洗棉絮 所以他就需要这种 这个冻疮药啊 专门以这个谋生的 客文之请买其方百斤 有人有客 其实就外国人吗 这客所谓就外国人 有外国人听到这事了 就跑回去 怎么样 想要买他的方子 花100斤 就100个那个铜饼啊 去买他的这个药方 拒足而谋之约 宋人拒足而谋之约 我事事为这个屁矿 我我的几代人都是干这事了 不过数金 也不过就赚了几个铜饼 金一朝而必计百金 我今天一天就把这个东西卖了 就得到了百金 勤语值 不如我们把它卖掉吧 克德之 这个外国人得到了 以税无王 就跑过去去 那现在字眼里面叫说了 说无王去 去游说这个无王 越有难越国 他国内发生了动乱 无王使之将 无王就让这个客啊 这个闹阁去当这个将领 冬天的时候 这个闹阁就和这个越人水战 大败越人 列地而封之 无王就把这个越国的土地 割了一块 直接让他去做封军了 他就实际上的阶级越前 能不军手一也 这个药呢 能不让人够能能防洞窗 它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有的人就用他获得了封地 成为了封军 有的呢 仅仅是用他来这个什么 不免于屁矿 有的就是还只能用他来洗棉絮 则所用之一也 他们的用处是不一样的 金子有五旦之户 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大葫芦 大葫芦 何不 绿以为大尊而浮乎 江湖 这里的绿啊 我觉得有的人 历史上把它解释为一个叫什么 考虑动脑筋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就是把那个葫芦里面开个口 把里面的东西给他用水一花冲出来 你知道吗 叫绿以为大尊 然后做成一个大尊其实就是可以绑着 绑在身边浮乎江湖 就差不多把这个葫芦里面内容物给他冲洗干净 然后把它绑起来做成一个像大泡泡一样的 然后你就可以在江湖里面 就像救生圈一样的浮乎江湖 而尤其葫芦无所容 却去担忧他去做瓢的时候 没办法把东西装进去 则夫子有有有有棚之心也服 你的心就好像就有棚之心 我历来对这个有棚之心有不同的解读 陈玄音说有棚之心的这个棚就是 就是扭曲不够那个什么直啊 就是吵杂分乱的意思 也有人把这个有棚之心 说成是那个棚草分开来分散分乱的意思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能够把它解读成什么花样出来的 其实就是值得你这个心里面想的东西 就是不够聪明啊 不够鞭辟入理 不够直达本质 差不多这个意思 有有棚之心也服 然而有可能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被什么东西遮住了 或者说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就是你想的太多了 你可以理解什么 你的心想的太多了 就像那个棚草一样 然后这是第一个 就是对于一个东西的用处 要想到它最恰当的用处 对于一个看上去无用的东西 大而无用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有用处的 这是你要动脑筋 要超出它的一些日常的 你看这个都是很实用的 比如说用这个冻窗药去洗手 就防防冻 但是它却是用它去打妆去了 就跟月人在冬天的时候打仗 就利用了这个优势 那么这个大户 这个大葫芦的这个 本来只能 大家只能要么装水 要么装东西 但是有人说 哎 他不要把它装在里面 把它装在外面 它里面装空气 对不对 里面装空气 它就可以浮起来了 那就是都是一种反向思维 利用这种反向思维 就可以用好那些大的东西 那么这个其实是比较稀松平常的 这也没什么 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过 下面一个就有意思 下面这个讨论有意思 就是 我们看一下啊 惠子卫庄子曰 无有大树 人卫之初 就是臭春啊 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神末 它的那个 本就是它那个树干啊 树干臃肿不中神末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 树干太臃肿了 用那个神末 没办法 就是不够直嘛 那小枝卷曲 它小的那个树枝也卷曲在那边 扭结在那边 不中规矩 立之图把它立在树上 立在路上啊 降者不顾 那木匠根本看着不看着 这管也没用的 经子之言 今天你给我说的这些这些老舌子话 大而无用 众所同去也 你说这些话空洞 没有用处 所有人听了都要走啊 都要跑 庄子说 子读不见离生乎 你没有见到离生那边黄鼠狼吗 差不多这种小动物吧 悲生而浮啊 低着头趴在那边 以后这个熬者就是游玩的人 就是出去旅游那些人 以后游者熬就是熬游嘛 东西跳梁 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不必高下 很嘚瑟的那样子 重于鸡屁 死于亡谷 但是他 他就会被一些更精巧的东西给抓住啊 被这些机器所控制住啊 被于 被这些死在这些这个陷阱里面 其实这里指的就是会师啊 其实这里指的就是会师 就是这是小老鼠或者黄鼠狼 这个东西就是会师 你会师这种人看上去 悲生而浮以后 熬者 其实这个熬者指的就是 你诸侯王啊 同志啊 东西跳梁不必高下 就是巧言吝啬 各种去辩论 但是你 总有一天你会重于鸡屁 死于 亡谷 他指的就是这种 有用之势 金服离牛 就指的他庄子啊 其大若垂天之云 死能为大矣 他能够变得很大啊 而不能直属 这里就是说 我是牛 我很大 我无用 对吧 但是不能直属 就是不能说服你 这种像老鼠一样的人 其实这里有斗气的啊 不能说服你 我的道理也没办法说服你 像这小老鼠一样的 金子有大树 换其无用 今天你听了我这番言论 这番理论 却担心他没有用 何不竖之鱼 无何有之乡 不如把它竖在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 广莫之野 空旷的荒漠的一个郊野 彷徨乎无为其色 你彷徨的时候就在他旁边 不知道该做什么 都来都去 逍遥乎请过其他 你得意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 你就趴在他下面睡觉就行了 不邀金府 不邀就是不邀于金府 不会死于 这个 这个这个大树啊 不会死于金府 不会被现实利益的那些 阴谋诡计所抢害 物无害者 他他本身没有什么害处 无所可用 他也没有什么用处可言 没有用他的地方 所以他不会被枪害 安所困苦灾 他又有什么好困苦的呢 所以在这里前面说 这个金府离牛 就像庄子 他本人 他像离牛一样 我的这些大道理 没办法说服你 其大若垂天之鱼 其实他之前 《逍遥游》里面 这个大若垂天之鱼 这是就是用来形容昆蓬的啊 其能为大乙 他可以 他可以把这个场景 把这个叙事 描绘得非常宏大 但是呢 他没办法抓住小老鼠 他没办法说服会师 这种小聪明 今子有大树 唤其无用 其实后面呢 他又说 他希望能够 他的这些大道理 可以对他的朋友 有一些帮助 就是说 彷徨呼无微其色 逍遥呼 他希望他的朋友 可以以他的这些道理 能够在彷徨的时候 做一个陪伴 能够在开心的时候 能够做一个安心休息之所 休息之所 所以 这里面你就看出一个 虽然他前面在调侃 或者在 前面调侃完 因为这个会 会师也在前面 也在说了 你是个臭春术 你懂吗 就是 你说的那些话 就跟这个粗 跟这个臭春术一样的 很丑 屁用都没有 双子就说 你是你像个小老鼠一样的 我抓不了你 但是呢 你现在有了这棵烂树 你就不要担心 他没有什么用的 你把它 他总有用处 因为他呢 不腰金服 我的这一套 荒诞的无用的理论 他是你去 他是你的政治护身符 了解吗 你去给谁谁谁 可能给楚王做 做令营的时候呢 或者说给哪个诸侯王做成像的时候 你可以拿我这套理论做一个 烟雾弹 简单来说 做外在外在做一个烟雾弹啊 外在做一个烟雾弹 还是物无害者 无所可用 多说一点这种 虚浮无用的话 别人就不会想害你啊 就不腰于金服 然后呢 你自己内心彷徨痛苦的时候 或者内心非常得意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以做一个安定计 可以做一个安定计 这个就是庄子告诉他 我的理论是有这这个用处 所以这个营游游的第二篇 上面说的境界都是很高的 但是他第一个实际上 第一个是一个非常平实的 非常搞笑的 也有带有点政治斗争含义在里面的 然后中间两个就是比较神秘的 比较神秘的 但是这个神秘呢 其实也不脱于一个地主阶级 不是奴隶主阶级 对于一种逍遥的啊 那种就是会让谣产生极度的 他境界并不高 谣什么谣然丧起天下焉 一种会让谣产生极度 如果他真的是很神秘的 很高级的 那么谣看了之后 应该哎呀 这算个屁 应该是会蔑视他 会否定他 所以我觉得中间这两段讲 那个这个秒姑夜之山里面的神人 其实还是在讲一个 用隐喻的方式 在讲一些统治阶级 高民的统治阶级 他是怎么过日子啊 怎么过日子 然后最后他讲到会诗 会诗这里的话 他就装子把很具体的 怎么做事情告诉他 就是要逆向思维啊 前面这个逆向思维 不要用平凡的用处 去束缚了一些本来 可能很有用处的东西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要准备好一些无用的东西 无用的东西可以用来做护身服 可以保护你自己 还是可以用来抚慰你的内心啊 然后而不能直属 他也有点很很搞笑的 就是把这个会子比喻成老鼠 然后说我是牛 我抓不着老鼠 挺有意思的 但是他又想把老鼠抓住 他又想把老鼠抓住 他又想自己的学问 自己的制造思想 能够帮助他的朋友 能够摆脱一些灾祸 这就是逍遥游 其实我们这样解读下来 其实他并不是很逍遥 不逍遥 他只是逍遥游是一种理想状态 那么 什么才是真正逍遥的 以后熬者 这个熬者 逍遥的这个 熬就是熬游啊 这个熬者就是诸侯王 那些王室 这个才是真正逍遥的 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真正逍遥的 真正统治业绩才逍遥的 他没有明的说出来 那么不邀金府 其实这里的金府 是谁的金府呢 其实也是这个 这个熬者 也就是统治业绩的金府 他们的金府 所以 慧师和庄子 其实就是旧贵族 或者就是旧贵族 还参与下来一些读书人 读书人 他们在 这个新贵啊 或者怎么样的面前 实际上他们是挺柔弱的 挺柔弱的 想要自保的 悲生而福 以后熬者 这四 这八个字读来 其实都是心酸啊 都挺心酸的啊 都挺心酸 悲生而福 就是要放弃尊严 为这个 为这些新新的统治阶级 要服务的 逍遥有其实不逍遥 我觉得最后唯一逍遥的就是 还是那个熬者是逍遥的 好的 我们就先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